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三体电视剧开播以后好评如潮 不光演员们演技一流 而且还原度非常的高 但即使是在优秀的电视剧 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穿帮镜头 第一集中1979年的《红岸基地里》 却出现了1981年才推出的RBMPC电脑 虽然这个道具出现的时间稍微提前了一点点 但总体来说这玩意儿还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接下来这个穿帮就有意思了 汪淼被眼前的倒计室给整蒙了 他既生气又害怕 就想着给申于飞打电话问个明白 此时汪淼手机的通讯录里 出现了沙瑞珊的名字 要知道这时候他还不认识沙瑞珊呢 怎么会有人家的电话号码呢 估计片方也发现了这个漏洞 现在你们再去看时 已经把沙瑞珊改成丁尼了 在红岸祭殿杨卫宁和雷志成讨论问题 注意黑板后面有许多大型的机器 可是镜头一转 后面的机器就消失了 不仅如此 黑板上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汪淼给小学生的演示 求得自由落体 当铁球落地的一瞬间 上面反射出的画面很有意思 看着并不像是学校 后面还有两个成年人 汪淼在三体游戏里遇到了周文王 他研究出了万年力 打算去献给周王 注意此时他手上拿着一个罗盘 画面一转罗盘就消失了 难道是游戏里的漏洞吗 后来汪淼在游戏里又见到了秦始皇 见识到了恢弘壮观的人列计算机 当他打算快进游戏时 细心的网友们发现 如果从汪淼的方向来看 他按下的其实是倒退键 各位手机前的朋友们 你们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穿旁镜头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